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次击败国语名将陈宇飞 何冰娇等人是国语女单的老对手 而且他收获过世锦赛女单冠军 奥运女单银牌 奥运铜牌 首局比赛 新度凭借自身打法优势 点杀 批长 控制得非常好 新度21比19先胜一局 大比分1比0领先 次局 杨嘉敏开始反攻 但是新度的防守非常出色 步伐也很到位 21比17 新度再胜一城 大比分2比0锁定胜局 率先晋级女单决赛 头号种子新度无疑是夺冠大热门 获胜之后 新度表现得非常平静 他的目标自然不单单晋级决赛 而是女单冠军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 加拿大华裔选手李文山迎战苏格兰选手吉尔默 李文山世界排名第13 吉尔默排名第17 双方交手过6次 李文山4胜2负 本赛季 李文山一直有伤病 并没有太多出色的战绩 但是李文山同样个子很高 具备一定的硬实力 吉尔默打法重归重矩 首局比赛 双方打得非常胶着 21比21平之后 吉尔默23比21惊险先胜一局 大比分1比0领先 次局 双方比分依旧交替上升 关键分环节 李文山顶住压力 23比21惊险扳回一局 双方大比分1比1平 决胜局 李文山21比18 锁定胜局 总比分2比1淘汰对手吉尔默成功晋级女单决赛 这样的话 女单决赛出炉 印度世界冠军新度迎战华裔选手李文山 同牌争夺战 苏格兰吉尔默迎战新加坡选手杨家敏 结束英联邦运动会之后 新度还将参加羽毛球试景赛 冲击更高级别的奖牌 未来比赛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